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场选择 要么忙着生 要么忙着死 但既然开始了 就不应该平凡度过 道圣和夫说过 人一生真正的意义就在于 当他去世时 能够比刚出生时 灵魂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不想被人生推着走 那就必须早起牵着生活走 在短暂的一生中 只有学会早起 才能抓住其中最新鲜 最美好 最灿烂的部分 如今 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熬夜 早睡早起 中国睡眠医学协会调查显示 目前有超过70%的人 有熬夜习惯 其中 90%的年轻人 猝死 脑溢血 心肌梗塞 都与熬夜有关 我们总是高估了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 却低估了生命的脆弱程度 熬夜带来的伤害 其实远比你想象要多得多 一 别再熬夜了 真的会死的 中国近14亿人 有4亿人都睡不好觉 情况很严重 根据专家建议 成年人应该在晚上10到11点睡觉 最迟别超过12点 每天起码要睡7小时 但一份来自微博的调查数据 揭穿了成年人睡不好觉的真相 90%的人都在主动熬夜 迫于工作性质 不得不熬夜的只占10% 都说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健康 这个道理谁都懂 可依然有很多人 在拼着命地糟蹋自己的身体 于是因熬夜而猝死的新闻 开始变得层出不穷 27岁宝妈熬夜玩手机 第二天一早被发现死在了床上 天涯34岁的副主编 在地铁猝死 据朋友说 他平时工作很拼 经常熬夜 某网络公司地图技术研发人员 在48小时不眠不休后 突然倒地猝死 某公司工程师连续工作34小时 一直没睡过 最终超负荷之死 创业家李开复熬夜成疾 罹患淋巴癌 苹果教父乔布斯 习惯熬夜 死于一线癌 可惜的是 他们都才30岁左右 人生正处在光辉灿烂的时候 生命却戛然而止了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不好好睡觉 真的会死 你以为只不过是晚睡了一两小时 但危险往往就在这一瞬间发生 一分一秒熬过去 就是在一点一滴 掏空自己的身体 等到我们变得不堪一击 最后一招致命 多少鲜活的生命 就这么葬送在了不断熬夜里 二 早起的人比熬夜更可怕 富兰克林说 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的人 抱怨命运不好 而我们也常听人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早睡早起 晒过人身补身体 这些耳熟能详的谚语 其实这都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早起 现在早起作为一种生活习惯 越来越被推崇 一项国外的研究证实 早起的人精神压力较小 其精神健康程度较高 国外学者曾花费五年时间 研究了177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 得出一个结论 99%的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 比尔盖茨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忙碌 早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李嘉诚在80多岁高龄 依然保持早起的习惯 无论多晚睡 第二天早晨六点都会准时起床 作家《村上春树》也是如此 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四点起床写作 从来不用闹钟 国学大师南淮景也曾说过 能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人生 一个能从早起上做到自律的人 才是真厉害的可怕 可见真正能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 不是熬夜拼命 而是早睡早起 一个人对早晨时间的利用与否 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成功与否 如果一个人连每天早起都没法做到 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有能力 完成自己的梦想呢 早起只是一种手段 目的是为了让人生更加美好 三 早起的八个好处 亚里士多德说过 在天亮之前起床是个好习惯 这将有助于你的健康 财富和智慧 不熬夜 请起早 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 这里我整理了十个 一 减缓压力 压力如何成就我们 就会如何摧毁我们 一个人如果长期睡不好 身心所承受的压力 将是正常人的五倍 可想而知有多痛苦 而早睡早起就是最好的良药 一夜安稳的睡眠 会帮助人体释放出日常生活中 产生的所有压力 第二天早起周身熟畅 二 提高记忆力 人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睡觉 睡眠是基本的生理需要 也是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好好睡觉 养清蓄锐 早起之后 你的思路会变得更加清晰 自己犹如铠甲披身 才有力气排除万难 三 免受疾病困扰 活在当下 不是今朝有酒 今朝醉 而是懂得吸取眼前人 包括身体还没垮的自己 早睡早起能帮助人体提高免疫力 增强抵御病毒的能力 村上春树说过 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 无论里面供奉者的是什么 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 美丽和清洁 早睡早起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 四 减少得癌症的几率 熬夜一方面会造成生物中紊乱 另一方面 夜间的灯光会破坏人体退黑素形成 而这是保护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一环 缺少它就容易让白血病 乳腺癌 前列腺癌等找上门来 五 有更积极的心态 古人常说 早起三光 晚起三光 早上是人经历最充沛的时刻 经过一夜的修整 这时候进行学习和工作 头脑会更灵活 精力会更旺盛 效率也会提高 六 有时间吃早餐 一天之际在于晨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应该是一份美味可口的早餐 但大多时候我们却因为起晚了 而不吃早餐 只有早起的人才可以享受一份早餐 哪怕只是简单的油条豆浆 也是一种享受 七 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 坚持不熬夜 早睡早起的人没有黑眼圈 皮肤也比熬夜的人要好 长此以往 颜值上会慢慢与同龄人拉开差距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求长生不老 但求同龄人比我老 八 情绪更加稳定 拿破仑曾说 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 比能拿下一座诚实的将军更伟大 然而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心悸焦虑 喜怒无常 只有坚持早起的人 作息有规律 心态积极 情绪才能平和稳定 早睡早起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哪怕早起十五分钟 我们就会避开高峰期的马路 就能少吸一点汽车尾气 早起半个小时 我们就能为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吃饱才能能量满满地 开始一天的生活工作 早起一个小时 我们就能出去散散步 慢跑一下 呼吸着清晨最清新的空气 伸展一下身体 让身体达到最好的开工状态 想改变人生 早起是门槛最低 也是最廉价 最有效的方式 愿你我早起踏着晨曦 迎接太阳 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近几年 因为作息不规律 导致猝死面瘫的案例数不胜数 许多人看了新闻 都心有极其言地表示 再也不敢熬夜了 以后一定早睡 但想要保持身体健康 除了早睡之外 还得早起 早起就是最好的养生 以前总是敬佩那些熬夜工作的人 觉得他们努力得可怕 后来才知道 比熬夜更可怕的 是能常年坚持早起的人 我们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工作日太累 想着周末犒劳一下自己 一口气睡到日上三干 睡着起床之后 非但没有解发 反而觉得越睡越困 越睡越懒 心情也莫名地低沉下来 因为人体是有固定的 生理周期和规律的 比如大脑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他会在固定的时候开始恢复运动 而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强制他处于休眠的状态 就会使得全身疲惫 只有早睡早起 全身的技能才能够正常地运作 有很多人会觉得 早起睡不够 一天都会没有精神 但事实上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早起非但不会让人觉得疲惫 反而会使精力更加旺盛 知乎上有一个网友 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 因为工作比较忙 过去几年的习惯 都是晚上十二点左右睡觉 早上七点至七点三十分左右起床 但在决定早起 把作息修改成晚上十一点睡觉 早上五点起床之后 精力反而比之前睡七八个小时的时候 还要好 早起 为人们带来的 除了更多的活力之外 还有更年轻的状态 女明星孙力可以称得上是 娱乐圈当中的养生狂魔 隔三差五就会在微博上 分享一些养生小常识 她本人更是把这些养生知识 观彻落实得非常彻底 其中那一项 就是早起 早起然后运动 打坐 吃饭 早上八点之前 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毕 这一习惯一坚持 就是十四年 八二年出生的孙力 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 但是在她的脸上 仍不见一丝老态 除了孙力 娱乐圈中以逆生长 动静闻名的明星们 比如 陈一涵 寒雪等 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早起的习惯 早起是一件 能让人从深到新 都变得更年轻的事情 早起 你就赢了别人一步 同样是每天睡眠八小时 十点睡六点起 与十二点睡八点起 过得是完全不同的一天 晚起的人 早上手忙脚乱地洗漱 饭都来不及吃一口 就狂奔到地铁站 一路处在马上要迟到的恐惧中 踩着最后一分钟 活急活了的大感 还没有工作 就已经觉得神心俱疲 还要花上一段时间 调整才能进入工作状态 而早起的人 运动回来 游刃有余地给自己做一份早餐 一边吃 一边看看新闻 过一遍今天要处理的事情 到了公司给自己泡一杯咖啡 精神饱满地 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起两个小时 一天就比别人多了两个小时 分分分明传记不难发现 在事业上成功的人们 无论果尽中外 大多都有着早起的习惯 史蒂夫乔布斯年轻时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九点前 白一天工作做完 李嘉诚不论几点睡觉 在清晨五点五十九分闹灵 想后起床 随后读新闻 打一个半小时高尔夫 然后去办公室开始工作 Walk主编安娜温图尔 在六十七岁时 依然坚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六点打网球 七点做发型 挑衣服搭项链 八点前 打扮精致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前几年网上 筛出万达董事长 王健林的日程表 上面也清楚地标明了 起床时间是四点 俗话说 一日之急在于晨 早上是每个人 经历最充沛的时刻 经过一夜的休息 无论是大脑 还是身体的状态 都已经调整到最佳 在此时进行学习和工作 更容易专注 效率也更高 著名作家梁士丘 在翻译 阿卜拉与爱律奇斯的 情书的时候 就是阵太阳没出的时候 班主已在狼眼下动笔 等到太阳晒满半个屋子 人生嘈杂事变收笔 安静的环境 加上高度的专注 使得粮食就在一个月内 就异成了这本书 此后每每回想起 这段早起工作的时光 都觉得愉快不已 另外 通过早晨的时间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不断成长的途径之一 早起两小时 你可以比别人多跑步三公里 多背几十个单词 多了解几则新闻 多看几页有用的书 一天两天 也许看不出多大的差距 但是一年两年之后 心累下的健康 事业和知识量 给我们带来的将是 翻天覆地的变化 坚持早起 人生就已经成功一半 早起的人生更幸福 刚来北京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挤光礁 最高峰的时候 人多到一趟车都挤不上去 要连等好几趟 好不容易上去了 也被挤到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四十分钟的车程 到公司就跟打了场仗一样 后来合租的小姐姐劝我 早点起 就不会那么紧了 我照她说的做了之后发现 清晨的公交何止是不紧 简直是宽松到 我以为自己来了个假北京 从那以后我开始早起 然后发现 早起给我带来的 除了公交上 可以随便选座位的权利之外 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其实在这之前 我是一个很不自律的人 每天早上起来都充满了雄心壮志 想着今天下班我要运动 我要背单词 我要写多少次的文章 但是上了一天班回家之后 只觉得筋疲力尽 脑袋一团酱 除了躺着玩手机 什么都不想干 于是我一边充满着对未来的焦虑 一边充满着对自己什么都干不成的自厌 一边继续荒废着我所生无几的青春 但是早起之后 时间一下子变得充裕起来 当初想做的事情全都可以在早上 用最好的精神状态去做 晚上睡觉也能睡得心安理的 早起让我觉得自己对时间 人生都有了一种掌控 我在一步步完成我的计划 我离梦想越来越近 人生也越来越好 真真切切做了事情 心里踏实了 自然也就不会焦虑和痛苦 所以整个人变得自信快乐了许多 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太难受想放弃 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自律带来的满足感和任务完成的成就感 远远超过了早起的痛苦 牺牲在被窝里的两个小时 就能还一整天的幸福 长期坚持还外带许多实打实的人生力处 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如何科学的早起 早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坚持早起就更不容易 养成早起的习惯虽然不能一从而就 但做到以下几点 可以大大减少早起带来的痛苦 早起的前提是早睡 早起不是压缩睡眠时间 睡眠充足才能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充沛 晚上借掉刷微博看剧和聊天的时间 早些入睡才能为早起打下基础 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早起计划 生物中猛然改变会引起身体的不适 习惯了九点起床的人想要早起 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比之前早起半个小时 直到达到想要的时间 一点一点来 不要着急 才更容易坚持 闹钟一想立刻起床 不要拖 早起最艰难的就是 从床上起来的这个动作 很多早起都是在再躺五分钟之中变成了一场回动觉 所以当闹钟响起 马上坐起 下地 穿衣服 脚散在地板上 就不会想着躺回床上再睡一会儿 国学大师南怀锦说 能控制早晨的人 方可控制人生 一个人连早起都做不到 你还指望他这一天能做什么呢 无论多么大的成就 都是从小的成功一点一滴积累起来 人生的改变 也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和细节开始变化 过好了这一天 才能够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当我们能够战胜懒惰 抵抗诱惑 保持勤奋和自律 在不远的某一日 就一定会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早点起床吧 清晨暖暖的阳光 穿透树叶照射在脸上的感觉 真的很美好 我们白天是放电 晚上睡觉是充电 晚上只充了百分之五十的电 白天还要释放百分之一百的电 那百分之五十哪来呢 就是从五脏界 五脏在古书中为五藏 是藏的意思 藏的就是人体的精华 如果从世界 一般人借十五年身体就垮了 年轻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 一过四五十岁了 病就全来了 其实这是一段 有很长时间 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间的 什么时候起床才是早起呢 五点 精折起床 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 而一天就是一年的缩影 也就是二十四节气的 三点立春 四点雨水 五点经折 六点春分 七点清明 八点古雨 九点立夏 十点小满 十一点盲重 十二点夏至 十三点小暑 十四点大暑 十五点立秋 十六点楚暑 十七点白露 十八点秋分 十九点寒露 二十点霜降 二十一点立冬 二十二点小雪 二十三点大雪 二十四点冬至 一点小寒 二点大寒 经折 重折各前害 草木纵横疏 折为冬眠的动物 经折 这意味着 将折服的动物 在这个节气里 惊醒 包括狗熊 蛇 青蛙 虫子等等 不是有人挨家挨户的 需要他们起床 动物能感觉到 天地之间 阳气的变化 所以他们都醒了 人也是高级动物 但是人们过多的自我 削弱了对客观自然的感知度 敏感的人 早五点左右会醒来 不醒也睡得不那么沉了 不敏感的人 还是呼呼大声 人体内折服的 是什么呢 就是多眠了一晚上的 阳气 也就是说 在五点经折时分 人体的阳气 要升起来 就像完成春天的播种一样 如何升起来 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 春竹醒 主动 到五点的时候 你必须醒了 而且醒了以后 必须活动起来 一动 人的阳气 就升起来了 可能前一分钟 还躺在床上 感觉特别困 在为起或不起 做思想斗争 当一分钟过后 真正穿衣服 起来一活动的时候 就感觉突然不困了 为什么呢 阳气升起来了 活动半个小时 一会儿困了 可以睡回笼觉 不早起的人 是没劲的 不是起得越晚越精神 反而是越累 不信你 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 试试 不早起 阳气没有升起来 人就乏力 但乏力的同时 人还爱发脾气 因为阳气憋死为火气 所以人就脾气大 体内的邪火太大了 长期坚持早起的人 就会有这种神奇的变化 世界权威学术机构的 多项健康研究 再次证明早起的好处 专家们根据研究结果 总结了早起的七个好处 经历旺盛 会以犯困 研究发现 早学者通常 起床更快 而且头脑更灵活 更快速投入注意力 要求较高的工作和学习中 也不容易疲劳 经历更旺盛 工作效率更高 学习成绩更突出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一项研究发现 早起大学时的成绩 比夜猫子型大学生 整整高出一个百分点 研究负责人说 早起的学生 生活更规律 准时上课 学习更主动 并且没有熬夜 带来的健康问题 处理事物 更仔细负责 一些研究发现 早学者头脑更清醒 与时提前计划 行动更加果敢 他们做事情 效率更高 组织性更强 目标更明确 更关注细节 白天效率更高 当夜猫子们 还在床上挣扎的时候 早起者们 可能就完成了晨跑 搞定早餐 开始处理一些 必要的事物 安排当天重大的活动 可以开始提早制定计划 并及时 落实 实施 幸福感更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研究人员发现 任何年龄段的人 早起的情绪 更加积极向上 自我感觉更好 健康意识也更加强烈 这可能和早起者 能在阳光中 开始一天的生活 学习 工作的 心情更好有关 抑郁风险小 研究发现 早起的人做事更有条理 提前准备 很少手忙脚乱 因而性格更加开朗 而爱熬夜的人 则更容易患抑郁症 缺少睡眠 也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 为人更和善 悉尼大学的一项 心理学研究发现 早起者 为人 通常更友善 更少出现 黑暗性格 南淮琴说 能控制早晨的人 方可控制人生 一个人如果连早起 都做不到 你还指望他这一天 能做些什么呢 古人云 一日之际在于晨 一年之际在于春 早上都抓不住 怎么能抓得住当天呢 早上起来 人体从代谢率最低的 睡眠状态中醒来 如能适当运动 有利于提升代谢率 改善血液循环 早上运动就意味着 要早起 而早起的前提是早睡 早睡早起 生活规律 本来就有利于健康 早起就是一分钟的事 这个很多人一听觉得 不可能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试验一下呀 你五点起床 只要在起床的那几分钟 有心理矛盾 起还是不起呢 起吧实在太困了 不起对健康又不好 矛盾 但当你真起来了 稍微一活动 或走或跳 或舒展身体后 你就感觉 不像一分钟前 躺在床上那么困难 而且感觉很轻松 很舒服 我们一再强调早起生肝气 很多人不理解 你亲自早起一次就理解了 早五点 你还在床上躺着睡觉 或即便醒了 不起也是懒得困得 这就是肝气 没生起来的表现 或者说阳气 没生起来的表现 你五点起床稍微活动 而马上就不困了 为什么呢 你体内的阳气 随着你的活动 升起来 一定要在五点 最远不要超过六点前起床 起来后 活动活动 看书写字 都能使头脑清醒的 而且五点起的 绍阳得以生发 绍阳就是 出生的太阳 人在五点前 一天不起 就是一天体内 没有太阳 一年不起 就是一年体内 没有太阳 人体内没有太阳 就缺少阳气 生病或枣王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么五点 还特困呢 因为你不起 五点为经折 经折意味着 冬眠的动物 开始活动 同样在人体 就是阳气 开始涌动 早起 阳气就能生发出来 人就不困了 因为五点不起 人躺着不动 肝气生不起来 所以困难 那么 实在特困 怎么办呢 你可以五点起床 活动十到三十分钟 然后再躺下 水回笼觉 这时阳气 已经生气 再睡 也不会压着阳气了 这样你在起床后 是轻松愉悦的 工作学习 精力十足 否则你白天 是疲倦的 除了打哈欠 就是打瞌睡 干什么 都精力不够 睡不着 解决的方法 就是早起 当然了 有很多人想早睡 就是睡不着 其中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早起 早睡 不由你决定 但早起 可以自己做主 当你早起的时候 中午休息半个小时 下午很精神 晚上会早早的就困了 当你晚上不困 早上不起 这一直处于一个 恶性循环的怪圈 怎么打破这个怪圈呢 就是早起 睡眠不是时间问题 它是一个时间段的问题 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 为天地在给人补充能量的一个时间段 若是睡觉就赶上了 睡晚了就补充了一点 若是没睡觉 那就是没赶上 没赶上怎么办呢 没赶上就没赶上 没有别的办法 不睡觉是自己的事情 而自然规律 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而改变 早起就是救命 早起后 阳气升起来了 不觉得困了 心情变好了 身体也开始变得好起来了 一定要发给身边的朋友 告诉他们 从明天开始 早起 好了 文章听完了 有什么想法 记得给我留言 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